大家好,我是S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讲Jawa系列基础课程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五节的学习 有意思的多态 那今天呢,我们会开始第一次课 第五节的第一次课 主题就是不该初始化的class 说到class 我们都知道Jawa是面向对象的这样一个语言 那如果要构建对象 如果要构建对象的话呢 首先就应该构建出这个对象所属于的这个类 而类的话呢 就是一组具备共同属性和方法的对象的集合 它是这一组具备共同属性和行为的对象的一个抽象 就会出现一个类的定义 那如果我们要使用对象 必须先声明一个类 然后呢,再得到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得到这个类的对象的过程呢 我们叫做初始化一个对象 比方说上节课 我们的这个类,base类 base,obj等于meobase 这个就是初始化一个对象 初始化一个对象 首先用类,空格,对象等于meobase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既然我们之前讲的这些类 都是可以实力化或者说可以初始化一个对象的 那么什么样的类是不该初始化的呢 那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哈 所谓的这样一个类 内向对象的定义 这个类到底哈 我们是怎么样定义的 首先类里面应该有成员变量 或者说是属性 成员变量用来描述类的属性 我举一个例子 Tiger老虎类哈 老虎类的话呢 Tiger类哈 假设我这里有个class Tiger类那如果我要描述他的话呢 肯定就是他有几条腿哈 等等等等哈 老虎他的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的 哈 以及他从属于什么什么颗等等 这是一个Tiger类 如果要得到一个Tiger类的对象呢 就是Tiger哈 空格对象的NuTiger 但是呢 因为Jawa 我们在讲进程的时候 有介绍过Jawa他的类哈 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我们看一下Tiger类的负类呢 是 Animal Animal Animal呢 其实就是一个动物类 那动物 你想想看我们世界上千奇百怪的动物 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 我们能够想象实力化一个动物类的对象吗 好像不太好哈 按理说应该可以 但是我该怎么去定动物的属性呢 他有几条腿 是胎生还是暖身还是什么什么身 啊 他是哺乳呢 还是 呃 这个 呃 喂喂食呢 还是什么怎么样呢 好像很难去 定一位动物太多了 正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没办法去实力化一个具体的对象 到底定义他有哪些属性和行为 好像人是直立行走的 但是很多的动物都不会直立行走 等等等等 那像这样子的类哈 我们呢 就认为它是不该出实化的 但是动物类的存在又是合理的哈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动物类其实是定义了动物的一般性的特征哈 一般性的特征 什么样的东西是属于动物的 它跟植物呢 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好 那胎狗 我们都知道老虎也是动物的一种 实际上哈 胎狗呢 就继承了 继承了 anima anima这个类呢 这个负类 其实是定义了 胎狗 它的一些 本质性的特征哈 区别于植物类的特征 这个就是 动物类哈 胎狗继承了动物类 而最好这个动物类呢 是不要 不该被出实化 那这种类呢 我们把它叫做抽象的类 关键字就是 Abb Stract Class Abb Stract Class 那 Abb Stract Class呢 就是 没有办法 初实化 一个对象的 好 好 现在我还是用 代码 新建一个 Comb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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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G SET 建一个 class 叫做 叫做 Alima 好 但是这个类呢 是抽象的 Ever Stract Ever Stract Ever 接下来呢 我可以定一个 Pago 这个类呢 继承了 Alima 好 继承了Alima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抽象类 可以 初实化吗 初实化一个类的对象呢 既然我们现在还是做的加碗应用程序 我们就写一个梦方法吧 我专门建一个 带 梦方法的类 他们都在一个包里 跟Alima和Tago都在一个包里面 所以 不需要引用 接下来的话呢 Alima OBG 等你 Alima 好 这个地方会爆错 爆错的意思就是 我没有办法初实化 Alima 类型的对象 与此对应的 Tago Tago 等于 Tago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啊 我们说到了 Alima 是抽象类 抽象类是不该初实化对象的 但是Tago 但是Tago 继承了Alima 也就是说这个Tago 实际上 它没有声明Abstract的 就说明它是一个具体的类 具体的类 具体的类呢 是可以实力化一个对象的 好 我们这些不该被初实化的 可那是不该被初实化的类 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抽象类 抽象类在声明的时候 要加上Abstract修饰符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加瓦中 对于抽象类的 一些语法定义 这个语法定义呢 因为类里面 之前介绍过 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 那抽象类里面 可以有成员变量吗 随便定一个 子军 没有问题 它可以有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也可以是Public呀 还有Protected呀 或者缺省的 或者是Private的 那接下来 抽象类中的构造方法 可以有吗 也是可以有的 再接下来 Public void Test 或者说是Eat 抽象类中 也可以有这种 成员方法 那问题来了 抽象类既可以有成员变量 也可以有 构造方法 也可以有普通的成员方法 那么它跟具体的类有什么区别呢 好 请注意它的区别如下 抽象类中 既可以有 非抽象的方法 比方说 比方说Eat 也有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 注意 那什么样的方法叫做抽象方法呢 这种方法肯定不叫抽象方法 记住抽象方法 是指没有方法体的方法 没有方法体的方法 那方法体 我们的方法由哪几份组成 修饰服务 返回类型 方法名 参数列表 以及 花括号 扩起来的叫做 方法体 那接下来 public way的 abstract 那 说得 好 记住 这个时候 没有方法体就意味着 我没有花括号 没有花括号的话呢 直接打了一个 分号 但是这样子的方法 还是不是抽象方法 它缺少了一个 关键字叫做 abstract 好的 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 抽象方法 叫做 abstract 拿所得 一 好 拿所得 一 这个方法呢 没有写花括号 直接写了一个分号 说明这只是一个 方法的定义 而没有具体的实现 这个就叫做 抽象方法 记住抽象方法 也需要加关键字 abstract 而且第二 它是 没有方法体的方法 好 抽象类跟普通类的区别 就在于此 第一 它声明的时候呢 必须要加 abstract的关键字 第二 抽象类中 有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呢 其实我的理解 就是一个方法的定义 好 比方说我定义 人类是可以吃东西的 但是具体怎么样吃 好 我是没有具体的实现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抽象方法有什么用呢 抽象方法有什么用呢 看一下 这样子吧 我把抽象方法 我把这个 eat 改成一个 抽象方法 因为动物都能吃嘛 但是问题是 每种动物 有的动物食草 有的动物食肉 有的动物是杂食 等等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太高类 啊 继承了Alima 它为什么会报错呢 当我在Alima类中 声明了一个 抽象方法 太高 就报错了 报错的原因是 我 这个 太普 太高 Must implement inherited abstract muscle 的Alima.eat 它说 太高类 必须实现 Alima类的 抽象方法 eat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原来 抽象类的 抽象方法 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 被子类 继承和覆盖 继承和覆盖 那接下来 当然这里面的代码 是随便里写的 比方说 太高 eat make 吃肉 太高 吃肉 诶 我的子类 覆盖了 这个抽象方法 eat 记住是覆盖 因为覆类中 有一个方法 eat 子类中 也有一个方法 eat 这叫子类 重写 附类的 同名方法 这个是覆盖 它必须写 方法体 因为如果不写 方法体的话 就代表 它还是抽象方法 一个类 只要有一个 抽象方法 这个类就变成了 抽象类 而太高类 并不是抽象类 它就必须 速写 覆盖 一种方法的 方法体 好的 这个 就是 抽象类 也是我们本次课的主题 再次回顾一下 抽象类 第一 Tudley的声名 要加 Abstract的关键字 第二 抽象类中 有 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 也是加 Abstract的关键字 而且 没有方法体的方法 抽象方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 被子类 去覆盖 被子类 去覆盖 也就是说 我抽象类 只是提供了一个方法的定义 比方说 Eat 而子类 则去具体实现 吃什么 怎么吃 等等 这个就是 抽象类的概念 同学们 请一定掌握 我们下次课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